好 另外也是要來關心的是 首次國中教育會考 5月17跟18號要舉行了 而各科題目難易適中 未必積測難作答 所以老師就建議了 像英文科 音聽的部分 忽且做一下 而中學科非選擇題 不一定要做 此外也提醒考生注意 會考只要有一點點的小違規 可能就進不到 前三志願的學校了 所以提醒學生們 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了